大众请起立 合掌 至诚礼佛三问训 一问训 再问训 三问训 恭请教授法师身座 大众至诚向教授法师顶礼三拜 向佛一问训 阿弥陀佛 法师请就座 大众居士请就座 大众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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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授耻 愿解如来真实意 好的众请放长 诸位知识 诸位居士 德中放长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 慧可大师 这个禅宗祖师里面呢 这位慧可大师啊 是禅宗的二祖 二祖慧可 他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人 他在这个修行的一生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断壁求法 那为什么断壁求法 他就因为呢 他其实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呢 非常的精进用功 那你知道呢 禅坐 就是禅坐了八年 禅坐了八年到四十岁的时候呢 遇到那个患骨事件 有没有 那个头啊 患骨啊 痛得不得了 我们常说呢 修行是要什么 脱胎换骨啊 脱胎就是啊 凡夫之胎啊 烦恼的胎啊 生啊 这个累结的因缘啊 所以今来生母胎啊 就是我们来投胎的时候呢 是有自己的习惯嘛 那身为这个家庭 就有家族的遗传基因 那等到要出家了之后呢 突然要换了一个状态 那为什么要出家 这出家呢 就是知道呢 这个生命当中 不是只有追求 这个生活的舒服而已 还有这法生惠命的追求 智慧之命 那智慧之命呢 要怎么去修到那个境界 那这个境界呢 其实就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 那我们知道佛法 叫做断祸正真 那原来的祸 有很多是不明白的 或者是你不知道为什么 你就生来就已经这样了 所以我们会需要学习很多的方法去转 那一下子就手忙脚乱 所以出家的过程呢 他就是在打仗 就把原来以前的这一些状况 发现不对就调整 发现不对就去掉 是要断嘛 断舍离 那问题是你要换掉原来的胎 你要有新的胎嘛 那你用新的胎 新的是什么 新的就是智慧 新的就是界定慧 所以用界定慧去换坛称痴 那我们在这个换的过程呢 透过禅修拜佛 或者是新菩萨道 舍身 其实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 修布施慈戒忍入精进禅定般若 六波罗蜜 其实这个修行的过程 他就是要依着这六种方向 你才会真的脱胎换骨 那在40岁的二祖 他就得到了神人的启示 所以我们一直以来不能明白的人 死物 他是有没有答案 就是生命中的这些遇到的这些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会知道一部分 得到一点点知之片语 可是你并不一定真的能够解惑 那到40岁的时候呢 这个二祖 他就有一个神人在给他指示 在寂寞在禅定中就得到的一个指示 这指示是什么呢 就是叫他去往南走 所以我们知道他遇到了达摩祖师 这达摩祖师是一个修行 修很久很久很久的师父 一般人都不知道他是谁 所以叫做闭关婆罗门 这闭关不是那个平常我们说的那个 关起来门的那种闭关 是墙壁的闭 就是他终日面对墙壁 所以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在干什么 终日面对墙壁都不发一语 这种人是什么 不知道 为什么神光会找他 那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可以给你答案 但是神光为了要求法 他就在山壁 山洞前 就在山洞前做什么 就去求法 所以你看他在这个地方 郑州这里就少林寺的后山 四十岁的时候十二月九日夜天大玉 玉雪 时间力不动 痴敏积血过息 达摩十年一百四十四岁 哇这个老师父一百四十四岁 其实你看一个人 他到一百四十四岁还在那边打坐 你这个人一定可以学 是不是 要不然一般人如果福报不够 寿命不足 然后再来智慧不够 他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乱七八糟 他就早就往生了 能够活到超过一百岁 这叫人瑞 他一定有他独到之处 你都可以跟他学 所以过去 这个学法 为什么大家都要找老师父老和尚 那你现在看的不准 因为有的是老了才出家 是不是 但是有的老了70岁出家 他当然是老和尚 可是你看他的习气 你就知道他才刚出家 好 那你通常一辈子的当了老和尚 当了一辈子的和尚 他就有一个老的样子 叫长老的样子 那这长老呢 他的修学呢 一定有一个读到和学习之处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找年长的 为什么要找辣长的 因为他修行一定有一定的样子 一定的这种体会 但是呢 如果你为老不尊 也是有嘛 那基本上是看得出来的 所以对于修行的年长的 要要求越来越高 不能说我都那么老了 不是 我都那么老了 你要要求吗 就是要要求 因为你就这么老了 你还不知道要做典范吗 所以呢 我们自己就要知道 就是这修行是看年资嘛 那看年资是因为他的这个德恨是 随着自己修行的状态 是越来越殊胜的 越来越可以成为天人之师 那达摩祖师呢 144岁遇到这慧可 对不对 这慧可呢 断臂求法 我们上次讲到这边 这断臂求法这件事情呢 为什么他会断臂呀 因为呢 其实他想要学法的时候 那我要怎样 我要有所表示嘛 我要表示 古人求道敲鼓取谁 赤血济机 不乏眼泥 头牙似虎 鼓上若此 我又何人 我是真的要学 你真的要学的时候 你就不要开玩笑 我不是只是找个地方来住嘛 来度假 我都已经下定决心的 剃了头了 我就要往前走 那我往前走 我要怎么走 我要走得很踏实 所有的人我是非呀 所有的世间的那些纷扰 他都不要变成你 不修行的借口 大家听得懂吗 东张西望 不修行的借口 这什么叫不修行的借口 就是因为他们都很烦 因为他们都是凡夫 因为他们都在吵架 因为他们都很贪心 习气很重 那不是跟你没有关系 那不是你家的事情 我要做什么呢 我要学的是法 我要求的是法 如果要求的是法呢 那就不是在 这个古上若此啊 我又何人 我们在学法的过程 就是要学什么 求道 这是求道 他求道 求到什么程度 求道呢 他命都不要了 命都不要了 那我们平常的烦恼 不过就是为了要 让这个命好一点嘛 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 所以呢 为什么 达摩祖师 他对于现在的人的学法 他也不想要 他也不想讲 为什么 因为你看如酒利雪中 当求和事啊 他说 唯愿和尚慈悲 开甘露门 广度群品 我真的要度众生吗 那达摩祖师说 诸佛无上妙道 况节精勤 难行能行 非忍而忍啊 七小得小智 清心慢心 欲记真胜 徒劳心 勤苦 不是用你的那种 小心小亮 小鼻子小眼睛 然后呢 轻心慢心 那我们真的是要学法的人哦 你态度就是很清楚 很明确 你没有要学法 你那个态度也很明确 是不是 那你如果没有那种诚意 没有那种态度 那你不需要啊 不用来学法 是不是 大家小得小智 轻心慢心嘛 吃饱三八硬菜 就要像西天 是不是 因为我们常常就是 一下子呢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 你要学法哦 还差得很远啊 好 那但凡呢 你的心常常都是 在这些啊 人我是非上 你就没有要学法啦 好 所以这是很简单啊 你是要学法吗 要学到什么程度 学到像二祖这种一定可以学成 因为他什么 前取利刀自断左臂 至于达摩前 达摩知识法器 乃曰诸佛最初求到 为法忘形 如今断臂无前 求义可在 求法是这样啊 是不是断臂啊 什么意思 你什么手臂可以断 手臂是代表什么 好我们出家呢要 要剃头 对不对 你头发都可以剃的 有什么好怕的啊 是不是 那你们的头发 但是不行 我就是怕那个头发光头不好看 有人是这样 我的头型不好看 你还要好看 那你就不要出家啊 是不是 你就慢慢的顶着那个假发 继续啊 那哎呦不行 我那个要化妆啊 没有化妆不能见人 我要穿美美丽的衣服 遮掩身材 通通都是在出家法里面 这个都不是重点 好 这衣服好热哦 那那那我这穿 我怎么 我这不能习惯 这些都是表示你根本 不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 好那如果还在在意这些周边的 那这个就不是法器嘛 那不是法器 你跟他说法 他也听不懂 他也不会珍惜 所以达摩知识法器的时候呢 就会说什么 好 你现在啊 可以来求法了 那这 二组就问啊 会可就问 诸佛法印 可得文夫 诸佛法印 哎 我要学佛法 那可不可以听文呢 可否听文 诸佛法印 匪从仁德 那不是因为谁教你 而是你自己的心里有一个 有一个修行的重点 你的修行的重点啊 什么叫修行的重点 就是你要不假外求 你要回到你自己的心 你不知道谁能够给你答案 那要去找答案 就这样 是不是 那我们总是说 没有人告诉我啊 谁应该告诉你 你要去问啊 啊 问了也不会知道 你问的不够多 你问的不够彻底 你问的时候就表面功夫 是不是 你没有真的想问嘛 所以你就不会得到答案了 是不是 有问有答哦 那有的人答不出来 那不表示这个题目是没有答案 大家了解吗 我真的觉得很有疑惑吗 佛陀就问生脑病史怎么解 能不能解 这个病能不能解 所有的医生都跟你说无解 那你要不要解 你要不要解 是不是 所有的人都告诉你说无解嘛 那是因为目前的世间无解 但是如果 你要不要试试 大家了解吗 所以学佛是 你是走在所有的人前面 在问问题 还是跟在后面 一样化葫芦 就不一样嘛 一样化葫芦就是什么 以前的人做过的 成功的 你就都拿来做 这叫一样化葫芦啊 但是如果呢 佛陀来到了这个世间啊 他来到世间呢 他示范什么 他示范出一个 一个很厉害的 学法的方式 学法的态度 什么态度 就是 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告诉他无解 他问人为什么会老 人为什么会病 人为什么会死 人为什么会生 为什么会生 来各位 你有没有小时候 有没有去想过 我为什么会活在这个世界上 有想过的举手 有想过的 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为什么会来 是不是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佛法的问题啊 你小时候开始就会问这个问题 你就是想要学佛了 你对生命有疑惑 你就是想学佛了 但是因为我们为什么没学佛 因为以前的学佛叫做 去庙里拜拜就叫学佛 我才不要去了 我去庙里面 我问那个神像 有没有答案 大家了解吗 是不是 我们要问谁 各位 你要问谁 你能问谁 你问的没有一个人 有个答案啊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世间 没有人可以问哦 是不是 所以你不要傻傻的 我爸爸妈妈这样说 那是因为你不懂 你如果真的去问他 更深的 他就他也答不出来 他会跟你说 小孩子不要乱讲 不要问那么多 然后呢 他会说什么 他会说什么 你长大就知道 就是这样啊 问题是你长大了 有知道吗 没有啊 你的孩子 在问你的时候 你依然答不出来啊 是不是 各位 当我们有孩子之后 我们的心都在爱孩子 我们就不会再去思考 这个问题了啦 是不是 就是纵使你好像会偶尔问一下啊 孩子大了 你现在又问我要 我老了 我要去哪里 是不是 可是纵使是如此 你依然还是 你没有想要去找答案 你不会有动力啦 啊 你不会有动力要修行 因为你对生命没有问题嘛 你就这样过就好了啊 我能过就好了啊 所以为什么佛法演变到现在 就是满足 安慰大家的烦恼 就是有事做就好 就是去诵经就好 因为他只剩下这样的功能了 可是佛法只有这样吗 佛法只有这样的功能吗 你要问的是这样 这样我们会灭亡啊 这样我们会灭亡啊 所以佛法只剩下 你出家是来诵经念经 然后每天做法会就这样吗 这样会灭亡啊 这样了解吗 好 那你只这样吗 不是 这是其中一种 各位你来出家 你不只要这样吧 你不可以只有 剩下早课晚课念经而已 但是早课晚课诵经 是必须的功课 他背后有一个目的 好 你不做这些事情 你依然还是在那边谎神啊 打妄想 是不是 那你不要 你找一点事情做 好 我来诵经拜佛 来修行 好 所以诸佛法应匪从仁德啊 他在讲什么 讲我们今天要学法 你每一天每一天都很重要 你的每一天都是在朝向求道的过程 不可以敷衍的过你的出家之后的每一天啊 你的每天在忙什么 我都是我都很忙啊忙常住的事情 常住的事情是做什么 常住的事情不是只是应付大家 常住的事情不是只是在过日子 常住的事情每一天都是在弘扬佛法 每天都是在求道 好 不管你是谁 你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 好 没有人牺牲自己 不需要牺牲 你不是要牺牲我自己的牺牲我的时间 然后我来为常住的事情 等到忙完 我就是申请去闭关 不是这样 好 你闭关也不会得到答案 因为你从来没有准备在任何时刻要答案 大家了解吗 是不是 我们如果是今天早上就在讲啊 好 今天早上我们在讲的那个公案就是这样嘛 是不是就在问啊 哎 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 世界和平 然后大王长寿 对不对 好 世界和平大王长寿啊 这件事情 哎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大王是谁 谁是大王 是不是 哎 我们好像在帮这个元首祈福 我跟他有不同党 我干嘛要祈福给他 对不对 我们是这样子啊 所以我又不喜欢这个王 我为什么要祈福给他 是不是 啊 因为我们是出家人 好了 我们就帮他祈福啊 是不是这样 那 哎 那我现在 良皇宝产呢 很多人要来消灾 哦 我一个出家人 我就念经 我就回向给他 哦 这样子哦 这个出家人的功能哦 这不是哦 哦 不是哦 我们不是只有这个功能啊 但是为什么 我们诵经会有效 我们诵经为什么会让人家消灾 好 我们的金灿佛事 有没有用 有没有功能 有哦 但是功能是什么 你用什么心 你用什么心来做这件事 你用乱七八糟的 迷迷糊糊的心 你一样在过日子 你一样可以 就是过个 做个早课乱敲一通 然后也是过了 反正你念完就好了 是不是 啊 你这边打坐 做了一支箱 你也是人坐在这边 然后在昏沉 也是过了 我一整天24小时 我可以迷迷糊糊的 烦烦恼恼的过任何一天 啊 煮饭 那有煮就好 是不是 然后煮煮煮煮到啊 反正就吃饱就好了 他现在标准降低 你都可以做得很好 就是 就是这样子啊 是没有 没有什么要求啊 啊 啊 贵兰每次都说 他要怎么样煮 我说你都不要研究这个 是不是 再怎么研究 也就一口嘛 你的时间不要花在这里 但是呢 要花在哪里呢 是不是 如果不花在这些地方 那我要花在哪里呢 啊 所以 这就是一个情况啊 我们今天 在学法的过程中 你有没有随时 都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好 你没有 你没有的时候 你就每天就在浪费时间哦 一天过一天已经 啊 我刚出家好兴奋哦 然后呢 我现在出家三年了 五年了 然后十年了 五十年了 哇 然后我的一辈子 好各位 啊 那个没出家的不要说 哎呦 你看那个出家人都在浪费时间 你们没出家的才是真的浪费时间 因为从来没有在想这件事啊 是不是 每天都是忙什么 孩子呢 不小心 你看我认识苏贞的时候 她小孩子才国小哎 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 我已经认识她那么久了 依然那么迷糊 你了解吗 这个人生这样子继续这样过 很恐怖哦 我昨天去厦门 我遇到一个居士 三年前遇到的 三年前她见到我的时候 烦烦恼恼 烦烦恼恼 三年后呢 好多了 她现在也在用功 送怀炎金 又拜八十八佛 她还是烦恼 但是她已经有能力 去看到她自己的烦恼 去对抗她 好 她有一个居士呢 我认识了八年 她依然还是迷迷糊糊 迷迷糊糊 我说 我说 她说她过年 大年的时候 大年的时候 她的家在五一山 她在五一山 她回到五一山 就看到她的家人 通通都在打麻将 都在打麻将 她很感慨 所以她发了一个愿说 如果我能够在这边 推动 血经 多么的好啊 是不是 很殊胜啊 我如果能够推动血经啊 非常的好 那我说 那然后呢 很好啊 然后 我就去找一个寺庙 她就说 她去找一个寺庙 去问那个师父 要不要帮忙推动血经 好 是不是 我说 如果那个寺庙 已经那么久了 你的家人 依然不会进去 那就是她 不会进去啊 你在那边 办的血经 她还是不会进去啊 是不是 啊 那 然后你还要 说服那个师父 说啊 要不要来血经 是不是 那每个师父 有他自己的 运作模式啊 你要去说服他啊 为什么 因为人总是觉得 度众生这件事情 是别人的事 是不是 就是他们的事 那他们要度谁 他们要度他们的人哦 是不是 别人要度别人的人 你的家人 依然没有得度 因为你的家人的缘分 在你身上啊 你发的愿 好 我说 那你看 你从过年到现在 半年了 半年了 你做了什么 依然还是在 包他的茶 卖他的茶 只是心里面 有一个 我好想要度我家人 是不是 所以我说 我们认识八年了 我们做了多少事情 我们不用讲八年 我们讲这半年 是不是 啊 是不是 很紧张 啊 善绝讲堂成立了 然后像打仗一样 每天都像打仗一样 是不是 每天每天过 每天每天过 啊 忙得不得了 现在呢 现在至少有做了一点点的事情 一点点 还是只是一点点 有一点点的成果 一点点的发行 可是大部分的人 你没有一直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自己呢 一下子五十年就过去了 没有了 是不是 我们还有几个 十年 我们还有几个五年 我们还有几个五十年 没有啊 所以你到什么时候才要去 听你自己内心的声音呢 诸佛法印 匪从仁德 你不要去求人 不要去问别人 你不要去想别人可以做 你要去问那我呢 我能怎么样 是不是 我要试试看啊 匪从仁德啊 是不是 佛的意义 佛的内心 佛的真正的佛是什么 你就问嘛 什么是佛嘛 什么是佛 他问了他自己的心嘛 我心为您很乱 请问谁的心不乱 每个人的心都很乱啊 我的心很乱 我的心没有办法安 我始终呢 都是在那个地方 起起伏伏 糟糕滴滴 搞不清楚自己到底 生从何来 死往何去 我心为您嘛 所有的事情 不外乎就是看到自己的心 哎我现在又又又搞不清楚自己要干嘛了 啊 是不是 我自己的心又不知道往哪里去的 太容易攀缘了 哦为什么 因为你不能做主 你不知道自己要 要的是什么 好那 我们常讲哦 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但是你会知道你不要的是什么 好 是不是 我们知道每一条路 走走看 一边走呢 一边就怎样 哎 哎一边走一边就 知道自己好像不是很喜欢 但是你要走走看 走完了你才知道 这条路是不是 每一条路都是往前走 没有一条路是退后走的 但是呢 也有人是因为不敢走 然后想半天 然后就原地踏步 有没有 原地踏步这件事情 很多人就原地踏步 为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活 所以好不容易有一个形态 有一个生活形态比较安定的 比较安全的 我就这样过 我不要走出去 我走出去 我换了 改变了 我怕我失败 可是事实上你原来的模式也没有成功 你只是比较熟悉原来的方式 所以为什么出家很勇敢 因为佛陀他离开他的王宫 皇宫 他离开他的皇宫 他到底能不能够找到答案 不知道 他是不知道的 是不是 他怎么知道有答案呢 他不知道啊 他问了所有的人 为什么会生 为什么会老 为什么病 为什么会死 这个是最正常不过的问题的 我们每个人都会问 但是我们是打破砂锅 问到底的吗 没有佛陀打破砂锅 问到底 你问不到任何人 那我就去找知道的人 他每一个人都去问 是不是 寻师仿道嘛 寻师仿道啊 每一个我都要问 每一个每本书我都看 我读遍了所有的书 我不是只是读快乐的 读剧情很精彩的 读一个虚构的 那我要去读的是 到底生从何来死往何去 这宇宙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你如果不了解 你找到的都是答案 都是很多答案 那个答案也不对 也不对啊 上帝 上帝是谁 哪一位是 不好意思 上帝是谁 是不是 请问是谁 我不信是因为我就不知道他是谁 是不是 那我信佛吗 是佛是谁 你要问啊 你要问佛是谁啊 是不是 佛是谁 佛是偶像吗 不是啊 佛不是偶像啊 这个像是要告诉你说 有佛大概长这样啊 是人家说出来的 但是他不是不是最主要的 好 那学佛到底是什么 学佛是 是学习佛的什么 什么是佛 主事大德常常在问什么是佛啊 如何是佛 他不知道啊 对不对 佛就是抉择啊 自觉觉他 觉醒圆满 佛光大词典有啊 你去查 诗典里面都有这个定义 你有定义没有用啊 好 这前一阵子那个 玉美的同修 往生嘛 那他在生前呢 他曾经有来 就是有一段时间来上课 那他这个大教授呢 是真的很认真哦 他虽然是被逼着来上课 可是他上课他就很认真 他很认真哦 他就一直在那边插着腰啊 他就听听听听啊 听看看我这讲课的内容 有没有什么值得他探讨的啊 那讲完了之后呢 他就问问题啊 他说啊 见会法师啊 那我就问你啊 这个心经的第一句话啊 就是哎 这个哎什么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啊 那你你这个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啊 心经里面有一句话叫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嘛 那这是什么意思 那我 出出茅庐啊 刚开始当法师哦 就很认真哦 我说这个教授好认真哦 在问我定义 那我问定义 我就跟他讲啊 什么叫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什么叫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然后问心密法师啊 心密法师说什么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是什么 无上正等正觉 哎对 这就是我的答案 有没有 这标准答案啊 他说你这样没有解释 然后我的心里面就 叉叉叉这样 是不是 我就 我就 就笑笑的啊 跟他 啊 对对对 这样子就是解释啊 目前是 目前能解释就这样 啊 是不是 然后呢 然后他也不想问了嘛 他觉得你就不懂嘛 是不是 就这样啊 就不懂啊 你不懂 但我也觉得他不懂 那到底谁不懂 我们两个都不懂 老实讲真的 你这样解释完没有用嘛 我只是定义他 就是直到知道有这个词 这个词没有用 好 他有没有 他是能够能够吃吗 是不是 吃有用吗 对不对 吃了你会肚子不会痛 不会饱 不会饿 吃有用 所以有没有用 哎有用 你不会那么累 啊 那 做很多事情 我们都是功能性的 有用吗 那学佛是有功能性吗 你要了解 那他的用处是什么 否则 那只是多了一个词而已啊 好 他没有用啊 没有用 好 所以 佛是不是有体相用 他有用哎 大家了解吗 佛的心之体 佛是 有本体嘛 有相 有用啊 有用啊 他的功能是什么 他的用处是什么 要不然就学佛没有用 啊 是不是 哎 你 你说啊 学佛我可以 让自己 可以比较舒服 对 这个就有用嘛 啊 我念经比较舒服了 有用啊 啊 那念经可不可以 变得 有钱 哎 如果有的话 那也是有用 对不对 那一般人呢 就是 想说 想要有钱就要怎样 就供一尊什么 财神 对不对 啊 所以他会发展出一些 啊 这种信仰的仪式 他是因为他的功能嘛 我要消灾也好 我要 严寿也好 我要 啊 远离 小人也好 或者是我想要 让自己更快乐也好 啊 那或者是要怎样 要事业顺利也好 要头脑聪明也好 他都是因为有用嘛 就有用啊 那有用 问题是 你要怎么样才是 彻底的有用 所以我心为您 启示于安 他就在问 这佛法是拿来做什么的 佛法就是拿来让我安心嘛 我的心里面的疑惑 我要把它彻底的解决 啊 彻底的解决 有没有方法 有 啊 我们要一直试试看 用 而不要一下子说 没用啦 没用 那你还是要过生活啊 你要一直试啊 你要一直测试啊 所以呢 他说好 那我们来找 江心来 于汝安 我们要先把那个心 厘清 你的疑惑到底是什么 你有疑问你就写嘛 啊 以前这个 原因法师啊 他注解了一本 楞严经 啊 他研究楞严经哦 他讲了很多经 一辈子讲了很多经 但是就是唯独这个楞严经 是他 往生前讲的 啊 他讲了很多经 他一直都不敢讲这部经 啊 他就是在那个原因法师讲义里面讲的嘛 但是因为很多都不懂啊 但是他一直一辈子都在读楞严 一辈子都在读 到最后最后他才 完全 懂了 就开始来讲 讲这部经 学法的方式怎么学 你不是去看祖师大的 也不是去听YouTube 没有啊 那时代没有啊 他没有其他人可以学 你去看古德的解释 也是很难 比 比楞严经本文还要难 是不是 没有白话文 没有漫画版 现在还有戏剧 都不要看 那个都不要看 那个不会帮助你 那个真的不会帮助你 那个只是让你看说有人在演而已 是不是 他只是把那个台词拿来对话一下 你也不会比较懂 开成电影 那个是给没有学法的人看的啦 大家了解吗 所以很多时候呢 什么谁谁谁演那个舞台剧 然后呢要演演那个什么华严经舞台剧 说叫师傅要去看 师傅为什么要去看这些啦 你的对象是错的嘛 你了解吗 但是他为什么要供养师傅 因为师傅会带居士去嘛 居士会买票嘛 是不是 那这个也是对的啊 他的行销对象是对的 因为只有佛教徒才喜欢看那个啊 如果一般呢 没有学佛的 他才不要看这个 他要去看漫威啊 他要去看更刺激的 好看的啊 院线片啊 他为什么要看这个 是佛教的 大家了解吗 佛教的你看完你会开悟吗 不会 你就是支持啊 这个做这件事情啊 那走不出去 你只能度佛教徒 佛教徒早就得度了啊 就佛教徒啊 是不是 你走不出去 你只是在圈内啊 自嗨 这没有用哦 这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真的 去了解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你只是把这个内容的表象搬出来 找个人演 然后把内容练一练这样 你没有真的懂啊 那真正要懂是是怎样 哎 就是像现在这样 你要一直去看 你把心找出来 你的心到底是在做什么 所以所以这个原因法师呢 他研究 愣眼镜是这样 他一句一句的看 一句一句的看 他不懂的 他把他写起来 贴在墙壁上 就去参 去参就 去了解 这一句到底是什么 然后他整个 房间都满满的都是字条 都是这样 他不懂的就把它写下 这一句不懂 这一句不懂 那有些时候是这样 你现在还没有那个 你现在还没有办法做这件事 为什么 因为你整本的要贴上去 所以是这样 他懂的 他只要懂了 这一句就撕下来 这样了解吗 他懂的时候 他就拿下来 他只要懂了 他就拿下来 那各位 你懂 懂的是哪些 懂的就不用再贴了 懂的就是懂的 不管怎么问都懂 你懂的时候 你真的全部都懂 大家了解吗 你不懂的时候 然后你这一句 你就不知道到底要怎么解释 不能了解 这样听得懂吗 你不是照背 不是去看解释是怎么解释 然后赶快来讲 这样不是 大家了解吗 那我不懂怎么办 你要研究他 不是不懂说直接讲 我不懂 这没有用 不可以 我们不能不懂佛法 我们不懂佛法 你怎么办 我们不懂佛法 你要怎么修 所以修行人 就是要懂佛法 好 所以 送良皇宝灿 就是为了要懂这一步灿 这个灿法里面都是 非常重要的观醒法门 一般人不知道 他以为重点是那个牌位 其实重点是来参加 重点是来参加 可是有的人没有写牌位 他不要来参加 没有人死 他不要来拜佛 你看现在人真的很可怜 他为了他的家人 他愿意来拜佛 他平常没有 没事的时候 他觉得没有必要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往生这件事情 会度到很多 很多强迫他来学 尤其是什么 在一年内 是不是 我们要告诉大家 对年 在这一年内最有用 其实目的是什么 有的人说 师父 那我在佛光山也有立牌位 我在哪里有立牌位 立牌位不够 你要来 是不是 你趁这个时候强迫他 他一辈子都不会学佛 大家了解吗 是不是 又中又任 他什么时候要跟你念经 他不会跟你念经 他过得很好 他爸爸往生了 好 来念经了 来念佛了 就这样子 只能这个时候度 我认识他一辈子 我认识他们兄弟一辈子 是不是 大半辈子 二三 二十年 他没有要念佛 这妈妈学佛 那是妈妈的事情 妈妈叫他 你那个 还不是叫他们发心 是他们给妈妈的孝顺金 他拿来做功德 他哪敢跟小孩子 话缘说 你来做个功德 没有 连这么发心的人都不一定度得动自己的家人 大家了解吗 是不是 那你看 那家苏贞更不用说了 他还会被骂 是不是 还被骂 那你说要怎样 我们太怕 我们太怕 度众生 为什么 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需要佛法 我们都没有需要 我们都没有觉得 佛法是救我的 救世之光 有没有 泰虚大师讲 佛教是救世之光 我们没有救世之光 因为我们连自己都救不到自己 你没有用佛法自救 你怎么知道佛法这么的殊胜 佛法真的是很殊胜 它可以解决所有的人的问题 众生轮回的问题可以有解 但是怎么解 你要让他有机会去读到佛经 好 很多人读佛经 真的不知道在干什么 有没有 各位 你刚读佛经的时候 你一读佛经就觉得佛经实在太殊胜的举手 真的 你读佛经不知道这个在干什么 这个道解在念什么的 举手 硬读 大家了解吗 为什么 因为你读到咒语 你读到咒语 这个到底在讲什么 是不是 佛经不懂的时候就像咒语一样 大家了解吗 但是懂的时候你就觉得 你一直点头 你会觉得很殊胜 那佛陀在讲的怎么怎么会不懂呢 他就是在讲这个世界 讲这个心 可是你不能够念了一百遍 你还都不懂啊 好可惜 对不起你的一百遍 大家了解吗 你对不起你的一百遍 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你只是让他有光 然后治疗我的头痛吗 太可惜了 大家了解吗 所以 他其实 整个 经典的内容是这样 所以依据这样的方法 我们设立了很多的法会 法会是做什么 大家一起来念嘛 我一边读一边读一边读 越来越会懂 念熟了是真的会懂 很多语言文字 他就进来了 你的心不够静 你真的很难相应啊 很硬啊 烦恼太重了 烦恼太重 都不知道在讲什么 都不知道在讲什么 这样了解吗 不是解释成 无上正等正觉 那个语言 他就会入你的心 不会的 他依然在表面 飘啊 是不是 左耳多近 右耳多出 没有用 没有用 好 这样了解吗 所以他只是用语言 用文字的方式 来表达那个意思 真正的意思是 那一个玄外之音 如果你懂的时候 你碾花也是懂的 你喝茶也是懂的 你煮饭也是懂的 你不管做什么 你都是懂的 你不懂的时候 你煮饭也很惨啊 我只能煮饭啊 你看也有人这样讲啊 他只会煮饭啊 他是个煮饭婆 对不对 是不是 还有一个老婆婆是怎样 卖点心的 大家了解吗 是不是 老婆婆卖点心很厉害啊 念读什么 那个点心的名句是什么 问君买饼点核心啊 是不是 你点的是哪个心 是不是 我们今天来做点心啊 每天都要吃点心啊 为什么点心叫做赵州茶云门饼 云门祖师也都叫人家吃饼啊 人家问他问题 他就说胡饼 是不是 为什么这样子就懂 为什么喝茶就懂 我们不懂的时候喝个老人茶喝香片 不懂的时候还要喝色香咖啡 咖啡还要低培 浅培 什么什么培 你了解吗 就研究那个 那个 那个菜的煮法 咖啡的烘培法 这个还有一个症状 我们去那个厦门的时候 从金门过过境就一个开车的人啊 他说他有七张咖啡症状 我说你是咖啡达人 说师父你这样讲也不为过 然后就开始跟我介绍 要什么症状什么症状 你看 现在这个世间的人呢 要赚钱就给你开一个症状 我们也要来开五十二位阶症状 是真的啊 人家就喜欢那个症状嘛 是不是 但有症状感觉好像有考试 然后觉得自己好像很了不起 也不过就是喝个咖啡 你看是这个外国人很会考试 很会设那个 然后你就要去考 对不对 精油 不是就是那个 你了解吗 很贵耶 就这样两滴之后呢 就变了一瓶要五千块 是不是 啊 对 养生面线 本来面线只要二十块 养生面线在两百二十块 放两颗 两颗什么 枸杞 跟黄旗 滴两滴油 这样了解吗 这个世间是被操作的 被什么操作 就是语言文字 然后加上这叫做广告嘛 啊 那我们也可以拿来玩啊 是不是 来 每个都被我摸过 就叫做大师加持嘛 你要这样玩就是魔的玩法 魔王就是专门玩这个啊 摄身香味处 你要广告 你就是永远在这个摄身香味处上面 在那边追逐 然后呢 迷失 你就让大家迷失 变成疯狂就好了 可是这样有意义吗 好 所以佛法是 知道世间人在玩什么 但是你 从这里面呢 哎 让大众呢 回到自己的心 这些形式 我们不排斥 但是在这些形式里面 要让大众呢 找到他真的要找的 我相信 还是有的人 是知道这些 都不是他要的 是不是 那 所有的形式 眼耳鼻舌生意 面对的摄身香味处法 他都可以变成 度化众生的工具 五成嘛 五成为佛事嘛 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 他都可以 但是这中间 他到底 要彰显什么 彰显我们的心 到底 放在哪里 你的心思放在哪里 所以 为什么会烦恼呢 将心来 你要先找到你的心 否则你就迷失在这些 表象上 那 将心来 予辱安 密心了不可得 什么意思 密心了不可得 予辱安心静 密心了不可得啊 什么叫了不可得 因为既然这些事情是梦幻泡影 生灭心 生灭心 梦幻泡影 什么叫生灭心 前程虚妄想想 这张眼睛里面讲的就是前程 如果这个人 他引发出来的烦恼 是暂时的 你不要被他卡住 大家听得懂吗 如果这个痛是暂时的 你就是偶尔痛一下 体验一下 如果这个快乐是暂时的 你就偶尔快乐一下 你不要追逐他 你就随缘 因为他就是生灭 不管持续多久 如果这个爱是暂时的 你没有办法永远的爱 那你就记得不要把你的生命的全部放在这里 就是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但是那你就是体验 但是要知道他是梦 做的长做的短都是梦 你们做梦是不是有时候会做好梦 有的会做噩梦有没有 有的人会做到考试都写不出来 然后被老师打 有没有 就是 我的梦就是那个说法的时候 奇怪 电脑怎么一直当机 而且他还会变成真的 是不是 是不是 那你看我们的梦是怎样 就是跟我们的生活 跟你的担忧有关 跟你的快乐有关 有的梦是梦到笑醒 有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 那都是梦 那这个梦既然是梦 一切有违法都是梦 佛陀教我们看到这个世间 要知道他是梦 但是生灭心当中 有不生不灭性 你要明白 所以如果我们的心都放在不安的那一个 你先看那你到底在不安什么 有没有 有没有 那不安的时候呢 你先去找你不安的那个 发现他是一场梦 那既然这样 那你就不用管他 不用管他 不要觉得他很严重 不要觉得他很严重 就是习惯了就好 世间就是很多的烦恼 昨天有一个居士再次赴回来 那个赖居士 他就在他就说他现在人生 我问他呢 现在人生的重点是什么 他说他现在人生的重点就是 相扶其心 相扶其心 他每天就是 他说他已经七十几岁了 年纪大的人呢 他归纳成两个 人生会有两个苦 他们的人 大家的人生 第一个就是 那个求而不得 求而不得 就是求不得 他说那我们这么老了 大概都是能求的都有求过了 能有的都有过 所以这个比较不是烦恼 第二个就是怨证慧 就是我不爱的必须要承受 那他就说他现在就要面对 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他的太太昨天 去年去年得了一个癌症 然后呢 就突然之间面对他最爱的 要离开 然后他的妈妈呢 九十几岁 也是就是最近身体就很不好 所以他面对这个生老病死的 亲人的 面对这个生命的最后 他发现好苦 很苦哦 不是自己苦哦 还有自己的家人也会苦 舍不得 或者是自己放不下 乃至于自己没办法 很无奈 这是人生很无奈的事情 那 他说他在做这件事 那我说这个不用做 其实也不是不用做 就是必须要做 但是呢 其实你就是很难看开 很难 你不要看开 他不会被看开 因为没有 没有罪 没有什么 没有人 能够不过这一关 是不是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件事情 所以你只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看着你的心 好 是不是有一个人说 啊我的妈妈呢 往生了三年 啊我到现在还是走不出来 说你不用走出来 你为什么要走出来 因为他是你的妈妈 是不是 我们怎么有可能会说 啊没关系都已经死很久了 我都不用不 已经不痛了 那就表示你不是真的 真的爱啊 大家了解吗 只要有感情 都会被感情所困扰 但是你要看到这件事情 你要看清楚 说他是 啊生老病死 在这个生灭的过程当中 啊 啊 这个生灭的过程当中呢 他就是一个 世间的一种现象 叫有违法 啊 如梦幻泡影 好 所以你要去安心吗 你要怎么安心 你就是看到那个心的不安 那心的不安就是安心 大家了解吗 你不要试图去安心啊 你要怎么安心 你不可能安心啊 你就看到他 哦原来他这烦恼是这样 祈福祈福祈福 但是 他是什么 他是 了不可得 因为他是虚妄 他是生灭的 他是了不可得 啊 所以我愚辱安心尽嘛 好 那 另外呢 有人就记录啊 达摩末朗祖师出居少林寺九年 为二祖说法 啊 他只有教他哦 哎 这四个字 这四句话 外袭诸圆 内心无喘 心如墙壁 何以入道 哎 心要向墙壁哦 哎 我们很多的佛经都在教我们心向墙壁 啊 心如铁石 有没有听过 铁石心肠啊 铁石心肠是好还是不好 铁石心肠是好还是不好 啊 我们说一个人啊 这个好 耳根子软是好还是不好 啊 啊 不好啊 我昨天去看医生啊 那个医生啊 就抓我的耳朵 他说师父 你很严重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的耳朵好硬哦 我们要耳根子软 我说啊 呵呵呵 嗯 他说耳朵要软软的才是健康 你看 大家念一下 你就发现 很硬哦 很严重 很严重 脆脆的像那个猪耳朵这样脆脆的就很严重 所以你要摸哦 哎 你要发现你的耳朵是软软的 那个耳朵是代表我们的全身的经络嘛 对不对啊 啊 你看 这个这个大家就开始觉得自己到底是耳 来觉得自己耳根子软的举手 哈哈 哈哈 然后呢 觉得自己耳根子很硬的举手啊 啊 对 心如铁石这样啊 那个 可是你看哦 当幕主是教我们要心如墙壁耶 可以入道 嗯 那 那 第一个 外席租源 所有的外源 你都不要 这样子 被被他干扰 对不对 内心无喘 什么叫无喘 就是没有空间 没有空隙 喘气嘛 哎呀我终于可以喘气了 那就是有个空 空 空隙 所以 外席租源 内心无喘 啊 那心就像墙壁一样可以入道 要硬啊 要怎样硬 好 我们修 金刚经叫什么 金刚波罗波罗蜜有没有 啊 他用金刚来形容波罗 好 好 楞严经的楞严也是什么 楞严经的楞严是什么 手楞严是什么 一切是究竟坚固嘛 大家了解吗 那个就是硬嘛 尖硬 啊 那你的心啊 要下去 你看又一个了墙壁 啊 是不是 所以你看这几部经呢 都就是叫我们像墙壁一样 然后像金刚一样 像最尖硬的 他在讲什么 你看到这几个字呢 你就知道他在讲的那个心 是菩提心 是你的真心 好 菩提心要很坚硬 很坚强 好 很坚强 好 那攀缘心 什么叫攀缘心 就像那个草 好 橙幔有没有攀缘 他为什么要攀缘 因为他自己站不站得起来 他站不起来 他必须要依附于人 他才站得起来 所以如果你的心是软的 你站不起来 你得要靠 靠某一种状态 有没有 好 我能不能够自己 独立的去 开 江辟地 我可不可以开拓 啊 如果你真的可以 你的心一定很强大 你如果认为你可以 你的心很强大 啊 你如果不行 啊 师父 你 我需要帮忙 不是 很多人是这样 我需要帮忙 哎 我需要很多人帮忙 啊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做不好 啊 那你会发现呢 来帮你的那个也做不好 因为你不知道要帮什么啊 是不是 你如果觉得做得好 我派人帮你没有问题 因为你知道自己要怎么做 啊 哎 我我自己一个人做的时候 我要怎么做 我要把它做好 然后等到我知道 要怎么做的时候 啊 但是因为事情越来越多 对不对 啊 但我是知道怎么做 我才能够让别人帮得上忙 才知道怎么做 因为来帮忙的人 他会问你 你要怎么做 你要做什么 大家了解吗 如果来帮你的啊 譬如说我现在要煮 煮饭 我要煮饭 我一个人可能没办法煮 500个人的份 但是我知道 要怎么煮 这时候这 我们派了20个人来帮忙 他才 有办法帮得上忙 好 那要不然就要变成说师父 他们都不要等我 我从昨天开始煮 我就可以煮500整份 有没有 啊你给我时间我可以煮 可是问题是不可以这样 对不对 好所以很多事情是这样 你一个人一定可以做完 你的心是强大的 你才有办法哦 走到 百人千人万人都做同一件事情 因为那个领导人心要向墙壁 否则会怎样 你请人来帮忙那个人比你会 他为什么要听你的 大家听得懂吗 他比你会他就跟你说 啊不要这样做啦 然后就右转这样 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常常很多事情 师父这样子说 结果后来被改掉 谁去改的 啊 谁谁谁这样子说 那你做不了事 你会被换掉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办法如是我闻 你没有办法执行到底 啊 然后你还会做相反 那也不行 是不是 所以 一个团体 我们要叫做六和静 啊 六和静啊 叫身和同住 对不对 口和无真 啊 义和同乐 身口义 啊 我们是一个团队啊 我们是佛法的团队 啊 彼此之间是没有戒地的 没有你跟我的啊 好 那么戒和同修 因为规则要一致啊 啊 一个居士呢 拿酒来 煮饭 他说放一点酒 啊 因为我今天要做做素麻油鸡 啊 素的哦 素的啊 然后麻油鸡 对不对 师父你们的身体太虚了 我们来补啊 好 然后呢 哎 他拿进来了之后 哎 如果 有的师父说可以 有的师父说不可以 那这个道场 就是不可以的道场 是不是 好 那 哎 师父 那 哎 我们这里 不可以哦 啊 可是那个某某道场可以 那你去那个道场煮 很抱歉 我们不煮 就酒就不行嘛 没有就不行嘛 没有就没有嘛 连连他没有酒精都不行 因为他就叫做酒嘛 大家了解吗 是不是 他就叫做酒 就是这样 好你问谁都一样哦 你问每一个 好 问那个很爱吃的 啊 也知道不行 不不爱吃的也知道不行 不是因为爱吃就可以了 他就可以 因为他叫戒嘛 大家了解吗 好 是不是啊 我们的标准很简单就是戒啊 就是照戒律走 好 不是照人 哎 为什么那个人可以 因为他没有照戒律啊 啊 他也是师父呢 那那是他家的事 但是在道场里 一样 啊 你问柱子也是这样 你问那个小小的也是这样 你问点座也一样 这叫一致啊 这样了解吗 啊 没有例外 没有例外 啊 那这个才才才才不会乱呢 啊 啊 不是说啊 有些人可以特许 没关系 啊 没有 啊 纵使我今天生病了 医生给我开 要喝酒 我会换医生 我会换医生 我为什么要因为你的关系 然后让我的病好 然后我就破戒 大家了解吗 好 那各位 你如果觉得不认同 你不会在这里出家啊 你不会在这里 你会跑去那个可以的地方出家 你就去当那里可以的师父啊 啊 大家了解吗 因为我们是有道理的嘛 我们要持戒嘛 你持戒持清静 你得到的是生生世世的解脱 你不要持戒 你这一辈子看起来比较舒服 你一样不解脱啊 这是原则嘛 你要修的是永远的究竟法 还是修暂时的方便法 你要太方便你自己要衡量啊 你的损失 得的的大还是你的得 获得的大 是不是 不通人情 但是通佛情就好了 老师讲 真的啊 对啊 那有一个师父呢 他就问我啊 那天 那个师父就说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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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我们的弟子里面呢 如果那个要出家 有一些年 如果有年轻人来出家很好 我说有啊有啊 有几个年轻人在排队 然后那个大和尚呢 就可以开始很 很关心啊 他说 那那他有没有女朋友啊 我说报告师父没有女朋友 然后说哦那就好 我说有男朋友 嗯 然后就啊 哈哈哈哈 吓死 啊 啊 你说 那那有没有关系 现在没有关系 他要出家不可以啊 是不是 他要出家 出家之后就不可以了嘛 什么有都不可以啊 但是你你人家还没出家 人家一般人都是 要嘛就男朋友 要嘛就女朋友 要嘛就是 就是有朋友嘛 对不对啊 那那你说 这个就是 世界上就是这样啊 他很混乱嘛 他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嘛 你接受不接受 这个就是他的现象啊 但是呢 如果你出家之后 哎 你什么都不可以有 这是持戒嘛 那你愿意持这个戒 你你就会 可以在这个团体里面 达到了一致 我们就可以共住 共同学习 为什么 因为原则是一样的 啊 戒律是一样的 是佛陀教我们的原则嘛 修行会有一个结果这样啊 可以入道 啊 他会产生一种共同的 愿力 啊 要不然就三个和尚没水喝了啊 为什么叫三个和尚没水喝 你们就自己看看啊 如果三个要住在一起啊 啊 我们先从三个练习啊 是不是 每天都能够 都做同一件事情 大家都 有团结一致 啊 你说这个人能不能用 你就要看他 能不能跟人合作嘛 是不是 啊 三个人一起呢 就变成啊 啊 那个三个分开的力量 那就没有了啊 啊 三个人在一起就只有一个人在做事 那也不能合作 大家了解吗 啊 你看三三乘九哎 啊 是 九九八十一 他是要乘的 不是要三 加三 是 他是要乘的 要不然一 加一 等于二嘛 然后接下来呢 其实 所有的事情 他在这个世间的一种 的 的什么规则 他就是阿生奇品啊 他讲的就是一个乘 相乘 的概念啊 那阿生奇品里面呢 才会达到不可说不可说 不可说不可说转 是这样啊 你如果没有读佛经 你就真的不知道 原来佛陀在讲的就是 你的心 入道了之后 他的力量是这样 你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说哦 原来佛陀看到的这个世界 可以如此的庄严 如此的有规则 那 你看 净土里面的描述哦 七宝杭树 有没有 那个树呢 那 是谁去种的啊 是不是 我们去日本去赏櫻花 那櫻花就是 四百年前人家就是种好了 就种得很漂亮 直直的嘛 沿着路种嘛 任何一个行道树都是有人种嘛 啊 造灵 他就看起来就很规则 没有造灵 你就会知道这个灵是自然的天然的 天然灵就是没规则啊 就是乱走 乱种一通 对不对 啊 他跟落到哪里 他就 他就长到哪里 可是你这净土里面谁去种树啊 没有 但是就有七宝杭树 他讲杭啊 就一行一行一行 怎么那么规则 啊 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啊 都没有人指挥 就可以坐在 坐在一个地方 西间念佛念法念生 也没有人当为挪 他就是 都是同 都是有共同的 那为什么 因为在佛的世界里面 他就是一个叫同生嘛 啊 同生极乐果的同生 大家的念头是一致 什么念头 慈悲智慧的念头 初地 二地 三地 四地 通通都是依着菩提心 所出现的世界就是庄严的世界 不会混乱 都不会混乱 你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修炼啊 你你就是一团混乱 乌合之众 大家是乌合之众 一团混乱 为什么 因为各自有各自的我知 每一个人制作点不一样 啊 阿公要煮金 阿嬷要煮账 两个我执在一起的人 绝对是弄破店 就是 就是这样啊 所以谁会比较好 没有啊 就吵架啊 结局就是吵架啊 吵架都没有在修行啊 是不是 因为意见不合啊 意见不一致啊 啊 啊 所以达木祖师呢 他说 外袭诸圆内心无传 心如墙壁可以入道 好 你的心啊 要像墙壁一样可以入道 好 那这是一个修行方法 好 慧可种种说心性理到位器啊 足只遮其非不畏说无念心体啊 就是只有告诉他什么是错的 但是没有告诉他心到底长什么样 大家记得吗 就是密心 然后每个都了不可得有没有 好 就是遮遮其非就是否定他 啊 否定他啊 阿南他在找心的时候佛爷都是否定他 有没有 无有四处 无有四处嘛 为什么无有四处 因为这个无有四处是因为你的那个心是妄心 妄想心就无有四处啊 啊 所以你的烦恼呢 是真的没有理 没有没有道理 没有需要去理会他 烦恼是没有需要理会他 烦恼要处理的是什么 怎么解决他 而不是要去了解你的烦恼有多烦恼 所以你不要找人诉苦 因为你诉完苦没有解决 你只是更苦 大家了解吗 所以任何一件事情呢 我们的态度就是 有什么问题 好 那我们来讲 把它讲出来 讲出来之后就来协调 否则 你不讲 我不讲 以后都没有办法再见 是不是 只要有他就没有我 那你要干嘛 你这人生就很痛苦了 大家了解吗 所以要好好的讲 好好的讲 好好的处理 好好的改变 好好的改变啊 那就改变才能够改进啊 改进就是会改变啊 愿意改变才会进步啊 这样了解吗 所以修行也是这样 你都一直抓不到重点 那你先把不是重点的 排除法嘛 啊 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啊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那你就排除法嘛 大家了解吗 这个 但是 我们要遮其非是 真的他有非哦 不是为反对而反对哦 啊 大家了解吗 哎师傅你要吃什么 啊有什么 有面不要面 有饭不要饭 那师傅你要吃什么 有什么 是不是 你要 你要吃什么 师傅你要吃什么 我去买好了 不知道要吃什么 饭下去啊 不要吃 就不要吃 你这样了解吗 啊 你要排除法哦 你排除法 你要知道你的 内心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 有一个 真实的 不可被排除的那一个 否则你的人生会很苦哦 是不是 我前天遇到一个年轻人 啊 他人生很快乐 怎样很快乐 人家看很快乐 因为他都不用做事 是不是 他就投资 然后呢 他的姐姐就帮他经营餐厅 然后呢 姐姐经营餐厅 所以他只有负责投资 而且那个投资还是 基本的股份 因为这是姐姐帮他出的 所以他一整天 就人生就陷入一个茫然 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好 那我就问他啊 他的同修说 师父你跟他开示一下啊 说啊 他不知道他的人生很茫然 不知道要做什么 然后我就自己自编自导 自演讲了20分钟之后 我就放弃了 啊 为什么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的兴趣是什么 我说那你的兴趣是什么呢 你有想要什么呢 然后他就没有给你回答 他就一直听一直看着你 这样 人生很茫然 他可能不知道他自己要干嘛 啊 可是 又必须要干嘛 好像必须要做什么 对不对 啊 要不然人生不知道要做什么啊 他 他就 一直很茫然 好 那我们自己的人生 真的知道要干嘛吗 其实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你自己要做什么 你要说只是来出家对不对 那我出家要做什么 出家要盖庙吗 也不是啊 也不是要盖庙啊 你盖完了也没有要去住啊 有没有盖完会去住吗 不确定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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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有没有可以住 是不是 盖一盖发现 嗯 啊 好像盖完了 哎 不够用啊 是不是 那就一直建 你在建建设道场的过程当中 你你到底要做什么 其实 透过建道场 才会知道自己 要不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不要做什么 啊 那你说 啊 遮其非 就是一直否定嘛 你如果一直否定否定否定 否定 那这个人不可以被否定 大家了解吗 这个人是没有信心的 你否定他 你只是让他更放弃自己 但是呢 为什么达摩要否定慧可 因为这个慧可已经修到 他换了骨了 呢 有没有他已经换了骨了 他只剩下最后一个 最后一里路了 只要临门一脚这时候 他就可以进了 他是一个法器嘛 他是一个法器呢 他是可以敲的 他可以敲 当然主事大德就给他怎样 遮其非啊 好 大家了解吗 好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这个慧可呢 他说什么 我以袭诸圆 我以袭诸圆 怎样遮其非哦 你看哦 他说 我已经内心无喘 我外袭一切万元 我万元都放下了 好 这时候呢 达摩祖师就跟他说 莫不成断灭去否 好 第二个 那不成断灭 啊 何以厌之云无断灭 啊 了了当之故 言之不可及 好 此是诸佛所传心体 更勿已也 好 再来 达摩祖师说 时将至已 啊 如等何各言所得乎 有没有 后面呢 就是在达摩祖师要走了嘛 他说 哎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他也没有跟大家讲说 什么叫做到了 时间到了是什么 但是呢 他就请所有的弟子呢 就说 你们自己的体会是什么 各言所得 大家记得这一段吗 这一段呢 就是 得到 皮肉骨髓 有没有 四种层次 他有四个弟子哦 好 道父就说 如果我所见不值文字 不离文字 将 罪与颤而为道用 那 主师大德说 辱得无皮 好 这是皮哈 好 第二个呢 你种词 就说 我今所解 如庆喜见阿处佛国 一见更不再见 好 这个叫辱得无肉 好 再来第三个 四大本空 五因非有 而我见处无义法可得 好 辱得无骨 好 好再来 慧可礼拜 依味而立 辱得无髓 好 四个 有没有 皮肉骨髓 好 这是 四种不一样的层次 的体会 好 好 那 慧可是得到髓的 啊 辱得无髓的髓 有没有 这个髓是什么 就是前面讲的 诸佛所传心体 啊 诸佛所传心体 更物一也 啊 那这个诸佛所传心体 是什么 因为 达姆祖师他要传的 是 是 再回到最早哦 他要问的是什么 这个 慧可他一开始在问的是什么 诸佛法印 怎样 北从仁德有没有 可得文乎哈 有没有 他要问的是这个诸佛法印嘛 哈 那到底这个佛法 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佛法最重要的这个 印啊 哈 就是佛的 真实的 他的真实的 意义是什么 他真实的道理是什么 精髓到底是什么 哈 那 匪从仁德的时候呢 他要找的是那个 不是从仁那边得到的答案 那那个是什么 啊 好 那那个是什么呢 佛陀 讲的法到底是什么呢 真正的法到底是什么 所以 佛陀呢 啊 他在灵山会上就碾花嘛 好 碾花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到底在讲什么 但是佳瑟懂了 佳瑟明白了 哈 那到底明白的是什么 这样子的明白传传传传传传 传到了达摩祖师 达摩祖师要传给慧可的时候 他用的方法 哈 用的方法叫做什么 遮其非 有没有 只遮其非 什么意思 我以席朱元 那 不对哦 不是以席朱元就好了哦 我们以为不要妄想就解决问题吗 不是哦 我不要做这些事情就没有问题吗 会变成断灭 有没有 我不要想就好了 是吗 不是 所以妄想出现的时候 为什么不要理他 因为他是妄想 但是呢 是 席掉妄想就解决所有的问题吗 不是哦 大家听得懂吗 我隐席朱元 有的人真的修到这个程度 我没有烦恶了 我万元放下了 我万元放下了 这样就好了吗 那你要看到这个阶段 你就要注意的是 会不会变成断灭 大家听得懂吗 如果变成断灭 那就变成外道了 如果断灭的话就变成外道了哦 所以呢 我隐席朱元 莫不成断灭去否 不成断灭 不是哦 我没有这些杂念 没有这些妄念 那你的本心在不在 没有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的本心在不在 我施故我在 我不施在不在 我做事情的时候 很多工作的时候 我很有成就感 你都没有任何事情做的时候 你有没有成就感 你的心在不在 我们需要被肯定 是要靠什么 你要靠自我肯定 不是靠你得到什么 你做了什么 大家了解吗 如果靠得到了什么 做了什么 或者是别人说你什么 而得的 那个不是真的得 那个叫做朱元 大家听得懂吗 如果我们做这个事情呢 做得很好 然后得到称赞 那是因为你做得很好啊 没错啊 那你做不好得到批评 那是因为什么 就是没做好啊 所以被肯定 你要知道 为什么被肯定嘛 因为事情做好了 被肯定嘛 然后被否定 也是因为事情没做好 所以要就是论事 这个缘没处理好 把缘处理好 但是他跟你的心没有关系 大家了解吗 但你要明白这个心 你才不会被这个缘所阻碍嘛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靠 世间的成败 来论这个人的价值 啊 你这个人没好啊 没用啊 啊 没用是什么 没钱 然后也没能力 然后整个病 一身满 满身的病 然后什么都没有 叫做没救了嘛 那没救了 你还要你要自救啊 所以没救了还是要有救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学佛了 学佛了不再用这个来论一个人的成败 在佛的心中 在佛的理论当中 人都没有失败的 好 那失败也是有意义的 因为失败就是一个知良嘛 大家了解吗 所以我们在这个失跟成败得失之间 你不要被这个现象所迷惑 但是你要明白他 否则呢 你就会变成怎样 我隐习租源 很多人是这样 我退休了 我什么都不要做了啦 你不要帮我 是不是 我就是不想这样子 那你想怎样 我这个也不做 我那个也不做 那你要干嘛 你就发呆吗 发呆也要过啊 大家了解吗 你一直发呆 他一直发呆也是没有变成佛啊 只有发呆而已 叫无想定 有没有 是不是 有很多人学法学到无想定啊 他以为学佛就是不要想 那不要想之后呢 他的头脑也没有变比较聪明啊 但是不要打妄想 还要佛陀还讲要正思维 大家听得懂吗 你不要打妄想 是不要想一些 有的没的 然后让自己很烦恼 啊 痴心妄想 很烦恼 惹果是非很烦恼 那也还会造成别人的烦恼 邪知邪见 但是没有没有说你都不要想 是不要妄想 而不是不要想 好 要不然为什么佛陀有起心动念 就是神通妙用 为什么有海印三昧 所以这里就讲 你外习租源 那 会不会变成断灭啊 会不会落空啊 他说不成断灭 好 不成断灭 我并不是用断灭的方式来修行 啊 断灭的方式就是我这个不要做 我那个不要做哈 是不是 哎 我们要不要做都要做 试试看 你都先不做 你永远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你做了就会有效果嘛 做了才能够修正 好 那我们就是一边做先求有 再慢慢的让他好 好这样了解吗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 会有很多的这个预设立场 能修行也很怕 好 所以我我要修行哦 啊 那我希望呢 设定 啊 有很多人说 我的步骤就是这样 你就要照我的步骤 那你就 你就你就照你的步骤 你修行效果也有限 好 所以 在这个外习租源这件事情呢 好 会可说我以习租源 但是他会不会是 变成我什么都不做 不是哦 但是我有能力 不被这一些外源干扰了 叫外习租源 好 因为 主师就问他 你该不会这样变成断灭吧 他说不是 不是断灭 那你怎么确定他不是断灭 你怎么确定你的心不是断灭 他说了了当之 了了当之 言之不可及 啊 了了当之故 言之不可及 好 这了了当之 你的心在呀 你很清楚啊 没有砸 没有忘 那你的心随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啊 这以前有一个老婆婆啊 啊 他不是护持一个师父吗 这闭关 那师父闭关了三年之后呢 这老婆婆呢 就请她 她的黄花大闺女去验证嘛 啊 所以师父闭关出来了啊 啊 这个美女啊 就来迎接师父 然后 花枝招展 青春美丽 就把师父抱起来说 师父 快说快说 这样啊 是不是 哇 这么漂亮的美女 她抱着我欸 啊 她抱着我 那这个师父呢 修得很好 啊 她说呢 哎 你这样抱我是没有用的 因为我已经修到心如止水了 心如止水就像那个枯木一样 枯木以寒癌 三冬无暖气 是不是 我的心都不会动心的啊 我对这个世间一点兴趣都没有了啊 啊 我不会被他引诱了 这是不是一种很好的境界 是 很好的境界 人生呢 已经很老了啊 已经没什么好追求的 什么都不会动心 没有兴趣 这也是一种啊 好 那 老婆婆就说 啊 嗯 原来我供养三年就供养一根木头 是不是 那个枯木啊 就是木头嘛 那你只有一根木头 这样子要怎么办 啊 只有一根木头没有作用 枯木不会开花 枯木不会开花 啊 啊 那枯木要怎么办 如果你修行只是要枯木 那没有意义啊 我们现在在讲五十一模对不对 五十一模里面呢 很多的学 很多的修行方法啊 都是修修修修到一定的境界的嘛 这个境界修修到最后呢 他好的境界会让人停留在里面 啊 所以你不管修到多么好的境界 你都不可以觉得他就是 他就是终点 啊 好还要更好 好还要更好 好了 要怎么样更好 不要执着他 这个好 就是你不能 都没有任何的努力 他不会自己出现好啊 啊 大家听得懂这意思吗 跟你说啊 我最后修成枯木 那我不要修 你不要修再轮回啊 那你很努力的修 结果修修修修 修到变成 一根枯木 是因为你的修行方法 以为要怎样 我 我不要有贪心 就是我不要看到就不会有贪心 啊 是不是 我吃东西会有贪心 那我不要吃 我就有 不会贪心嘛 是不是这样 啊 所以我们以前刚出家的时候 也是这样 可是因为我出家的师傅 他没有 要求我们 断育啊 啊 什么意思就是 我今天出家呢 我没有带钱 没有带任何钱 因为我也没钱 是不是 我没有钱 我是学生嘛 我学生出家的时候就没有钱 所以我确定出家 不用钱啦 大家了解吗 我出家不用钱 啊 那要出家不用钱 那要吃什么 啊就常住就会准备啊 是不是 啊 大疗就有饭吃啊 对 大家是不是这样 现在是不是这样 出家是不是这样 真的吗 啊 为什么我们在家要钱 因为你吃 吃 什么通通都要钱嘛 你到任何一个店里面都要钱嘛 你可以说 哎 我是出家人你麻烦 麻烦你免费给我嘛 没有 但是你如果到道场去 你你吃什么 你都没有不用钱嘛 很多人不习惯 对不对 他真的觉得这会不会有炸 哦 吃什么好像 吃这真的没有 这不行 对不对 好那 他问题是呢 我出家之后我最开心的就是 吃饭不用钱耶 然后呢 那个菜好好吃 啊 还有馒头 还有点心 哇 怎么这么好 我都没有在考虑说 常住有没有负担 我只有很开心说 哇 我真的来对地方了 嗯 对不对 出家不用 哎 然后呢 再来第二个 我们还有一个叫做 日用库房 啊 就是一个 一个 这个日用品的 申请的地方哦 他里面呢 什么都有耶 就像百货公司一样啊 啊 然后每个东西都有 哦 你要卫生纸你就去拿 啊 你什么都可以拿 通通都可以拿不用钱 那要怎样登记 是不是就登记说谁拿了嘛 哈 哎 这种事哦 啊生病怎么办 哎 常住就派 车 载我们去看病 啊 啊 不用钱哦 对啊 还有人帮你开车 有司机 啊 这种人生好像不错哦 是 那我后来又想说 哎 那 那师傅都没有要求我们要怎样哦 那如果我很贪心 我去拿了很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全部都搬回我的房间 那怎么办 那也没关系 随便你 是不是 哦 哦 我觉得这个围巾好漂亮 那个我好漂亮 哦 我一次要拿十条 随便你 随便你哦 怎么有这种事 那不会有贪心吗 你会不会有贪心 你有贪心 但是呢 为什么会有贪心 你的你的贪心是因为你得不到 可是当你都可以得你随便拿的时候 然后你会去想我需不需要 你搬那么多回去干嘛 你一次一个脖子只能挂一条不是吗 难道你要把十条通通挂在头上 说哦 你看我拥有这么多 你不用啊 你没得比较 所有的人都一样 每个人都可以拿 啊 而且 无限量的供应 对 饼干可以整桶整桶的扛 你可以啊 你扛回去啊 你也可以尽量吃啊 没有关系 你可以一直无限的贪心 但是这时候你会发现你 你没需要 没有必要贪心 因为你什么都有 你什么都有 你你不用担心 你没有 你不用担心 你得不到 你不用担心 你会被别人抢走 不会 所以我就开始知道 原来有一种地方叫做理想国 叫乌托邦 然后学佛了才知道 因为这个叫净土 净土就是思一一致思十十来 通通都有 通通都有 那你这时候你就会去想 诶 那我是因为贪心而想得 还是因为我需要而想得 你的心就不会跑去 一直在追求你要什么了 你什么都有的时候 你不会在意这些东西 你的贪心怎么会出来呢 所以你的欲要怎么断 就是你要知道 欲是不值得起的 你没有需要起欲 你就没有欲了嘛 你没有那个欲念 你就没有 你不需要断欲啊 好 那为什么可以不用断欲 因为其实欲望的起 起因是因为要满足 要快乐 想得到快乐 你以为 你得到某一些东西 你才会快乐 那个叫做欲望嘛 大家了解吗 食欲啊 色欲啊 啊 这个名利财色这些欲望嘛 你这些欲望叫五欲之乐嘛 是因为你以为这样子可以快乐啊 所以你才会有那个欲嘛 但是呢 你如果你的快乐不是来自于满足欲望 那你就不需要欲了啊 大家听得懂吗 你不需要这些欲的时候 你都很快乐 你为什么还需要去追求欲呢 你就不用追求就离了吧 所以叫离欲而不是断欲啊 这是佛法 很特别的方法 什么方法 就是你要了了当之 自然这些东西呢 都不会再让你啊 什么迷失你的心 你迷失的心才会去追求 因为你想要快乐嘛 你以为那个就是可以 可以让你快乐 其实那个没有让你快乐 你反而不追求这些欲 你自己就有一个快乐的来源 这叫了了当之嘛 所以当后面呢 诶 达摩祖师在问他的弟子的时候 这个慧可他就是礼拜啊 是不是 你们讲讲看你们的心得 他说这个心得就是无言无说啊 你不是用讲的 说哦我不执着 我不执着 没有啊 你用讲的不表示这个人 不执着 是不是我都不贪 不一定表示 这个人真的不贪 他只是嘴巴讲而已啊 好那怎么办 你要相处啊 这个人的人品是什么就相处啊 所以有人要出家说啊好啊来啊 来的就知道了嘛 是不是啊修的好不好 大家出家了之后 谁修的好 谁修不好 谁不知道 就是眼睛都看的 看出出啊 是不是 那不是嘴巴讲啊 出家之后相处就知道了嘛 啊相处就是就是一个真枪实弹啊啊 啊你是嘴巴讲的吗 嘴巴也有很也有人很会讲 有的人很不会讲啊 他会讲跟不会讲 他都不能够 改变 啊不能改变啊 不能改变什么 不能改变 事实 事实就是事实嘛 啊 所以这是一个 啊 基本上呢禅宗的修行是这样 实际上呢 就是除了嘴巴讲之外 还要怎样 还要有平常的生活 在生活当中你就知道这个人的心 到底是什么 好这样了解吗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讲到这边 有没有人有疑问 好来请说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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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了 刚才有一个 这是非最后那一句 哦 我没有听清楚 主其 这是非不为说无念心体 对 这一句 主就是主是大的 这个达摩主是只有遮其非 对遮其非 就是遮其非 否定他的错啊 啊就是遮就是否定啊 否定他错的 譬如说前面讲 命心了不可得就是 你找的这个心 不是你的心 啊只有跟他说 这个是错的 那个是错的啊 但是没有告诉他 无念心体 到底长什么样子 啊没有跟他说 你的心啊 就是长 圆圆的啦 亮亮的啦 明白的啦 清清楚楚的 那个就是你的心哦 没有 他只有用排除法 因为这个心没办法描述啊 就是就是就像喝水 你怎么说水 你怎么说水是什么样子 你只能跟他说啊 跟他说不是的 也也只能说 也只能告诉描述他嘛 描述都不是真的 真的知道 就要自己亲自喝了 你就知道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嘛 那问题是要讲这个心的时候 其实很难 很难用语言文字讲 只能去体会 然后体会的过程 错的能讲 对的就是没有错就是对的嘛 你听得懂吗 没有错就是对 所以他没有标准答案 好就像说我们开车要走中间嘛 那修行要走中道 对不对 但是呢这个中间如果没有划线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什么是中 因为每个位置都是中 对每个人走路的过程当中 你都是走在中间啊 好那我们是在什么时候才会知道自己歪了 就是跟他人互动的时候 跟整个社会在共同存在的时候 他才会有规则 所以心如果单独的在自己的心里面 没有规则 他没有标准 是在跟别人互动的时候产生一个规则 才有对错 所以就是讲相对法是这样 就是我 如果我是男生 那是对于女生 我才是男生嘛 好这个社会有男女 才会有男女之别 才会有男尊女卑或者是女男平等 的这种议题嘛 可是如果这个世界只有单一 只有男 全部都只有男 那就没有男这个字 大家听得懂吗 大家听得懂吗 就是 譬如说我们讲 在净土里面的 菩萨到底是男的多还是女的多 没有 因为菩萨没有男女 他就只有一种相嘛 他只有一种相的时候 他就是同相 同的时候就没有差别 没有高没有低 大家都是一样 都是真如都是佛 那哪一个比较厉害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叫做绝对的概念 就是无念心 心之体是 没有分别的 就是没有差别相 心之体是无言无说 无形无相 但是心之用 心之相 他有差别 这样了解吗 所以 所以要 谈这个心之体的时候 很 没办法讲 只能用什么 相跟用的错误 去否定 否定的这个攀缘 才知道本体是什么 所以他讲外习租源 内心无传 内心无传 那我可以想请问一下 刚师傅已经有讲到 本相用 对 挺相用 那就是刚才师傅有 开始说的 这是佛的本意 就这三个字 是这个 佛的 这个叫做佛的定义 佛定义可以有三 从三个角度 三个面向来探讨 第一个就是佛的 心的体 佛是心的 其实真正的佛叫做觉者 那觉者是谁 每个人都是佛 每个人都可以觉悟 你觉悟了你就叫做佛 那但是我们的心有什么 心的本体就是现在 你在听的这一个 你能够听到师傅说话的 这一个 这个就是心你的心 可是你的心 到底长什么样子 你讲不出来 就是我知道它存在 这叫心的本体 但是呢 你要怎么样表达你的心呢 是不是 我表达我的善意 是不是有一个善意的表现 我会微笑 然后我会有一个很慈悲的面容 这个叫做像 然后呢 我我会 帮助别人 这叫用 心的用 那我会与人为善 这个要用嘛 心的善有善的用 但是心的恶 我现在有恶念 我会表现在我的表情 就有恶念的像 然后我有恶的用 就是我会打人 骂人 说 说话难听 或者是会伤害人 是不是有恶的用 这个叫用 好 所以当要像跟用的时候 就有善恶 但是如果心的本体 没有善恶 好 那那这个是很好的问题 来 那我们来回向 好 四身久有 同灯 滑藏悬门 八难三途 共入疲鲁信海 自归一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發五上心 自归一法 当愿众生 深入精脏 智慧如海 自归一身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何难慎重 愿消三藏 诸烦恼 愿得智慧 真明了 不愿醉障 心消除世是常行菩萨道 大众请起立 感恩教授法师慈悲教导 大众致臣向教授法师 鼎礼三拜 向佛一问训 阿弥陀佛 合掌 恭送教授法师 免送 阿弥陀佛 至乘理佛三问训 至乘理佛三问训 一问训 再问训 三问训 对面问训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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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